今天我们讲申请美国银行账户的八种情况 我们看上面这个表格 这主要分为银行账户 我们分为个人银行账户和公司银行账户 进一步分为有SSN和没有SSN SSN就是美国社会安全号码 有和没有 那么有又分为能在美国能不在美国 没有SSN也分为能在美国和能不在美国 在这些情况里面总共是有八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 最容易的情况就是能在美国有SSN 而且去申请一个个人银行账户 这个是最容易的 我们就不多讲了 然后我们讲最难的情况 最难的情况就是没有SSN 能也不在美国 而且你要申请公司银行账户 这个是最难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是要申请个人银行账户 没有SSN 能也不在美国 这也可以 就稍微难一点 相对来讲最难的是这个 能又不在美国 又没有SSN 还要申请一个美国的公司银行账户 好 那我们看这边 这边呢 有几个就是 我们讲 申请过Business Account的几个银行 Business Account的就是 企业银行账户 或公司银行账户 我们看第一个 叫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这个银行呢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最难的这种情况 最难的这种情况 就黄色的最难的这个情况 其他的我们不讲 我们讲讲这个最难的情况 最难的情况 好 我们等一下 我把这个拿过来一点 最难的这个情况里面 美国银行 他说是现在只有美国公民 以及在美国的外国人 才能够在线申请 所以呢 这个这一条呢不符合 我们没有办法申请 我们仍不在美国 那么这里说的不能申请 它不代表肯定就不行 那么如果你通过一些代理 代理商 他可以 你只要付点钱给他 他可以代你去申请 那么这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讲的是 不经过代理 我们这里讲的主要就是 这个不经过代理的 好 我们第二个 我们看这个大通Chase 大通Chase呢 他这个是要填写SSN的 就是要社会安全号 所以呢不行 Revolot 这个呢是需要美国签证的 所以也不行 我们也没有美国签证 好 再看这个passbook passbook呢 不需要SSN 但是他只能申请个人账户 没有公司账户 所以这个也不行 我们再看USBank USBank呢 是无法申请 因为他需要SSN或者ITIN ITIN就是个人税务识别号码 就是跟SSN是类似的 这么一个东西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个人税务识别号码呢 作为中国人呢 也是有可能申请到的 那么所以呢 你可以先去申请这个ITIN 你拿到ITIN之后呢 再去申请USBank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我没试过 我只说有可能 好 下面是AXOS Exos 这个是无法申请 因为他是需要SSN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么这个我是 我是没有申请到 但是不等于别人没有申请到 别人呢 他们通过代理 中国找一些代理商 这些代理商再代理去申请 那么这是有可能成功的 因为代理商跟这个银行的关系更加好 而且他收了你的钱 他就会想办法帮你搞定 那么再看下面 这个Novo Novo这个家呢 也是需要SSN的 所以无法申请 BREX BIEX 这一家呢 是申请后被拒绝了 就是BIEX 我试过试过 申请之后 但是被拒绝了 但是我被拒绝 不等于你被拒绝 你是有可能申请成功的 因为我们这边 应该也有其他的小伙伴 可以申请成功 这个 所以说每个人 这个银行它会看你每个人的申请的资料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时候也要碰运气 好 然后这个Mercule Mercule这个呢 就是水星银行 我也试过 但是呢 也被拒绝了 所以失败了 那么我失败不等于别人失败 那么有些其他的小伙伴 是可以成功申请到这个Mercule 水星银行的 那么恭喜你们 但是 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有时候要碰下运气 好 下面再讲这个Wales Fargo Wales Fargo这个银行呢 因为它需要 Account Holde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也是需要这个社会安全号 所以也是不行 下面是Silicon Valley Bank SVB 这个也是失败 因为它也是需要 这个Social Security Number 也是需要社会安全号 好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再看 再看这个Wales Wales呢 就是Transfer Wales 它现在改名叫Wales 这个呢 经过验证呢 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呢 它这个在功能上 或者说在插这个账号上呢 有一点残废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它的这个 Loading Number和Account Number 不被某些 美国的县的 Tax Link的拍卖会所识别 也就是说 它提供的这个账号 不被某些机构认可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么一个情况呢 结果呢 经过我的调查呢 发现了 这个Wales的 它这个Loading Number 或者它被某些这个机构 某些金融机构 被列为高风险 High Risk 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个Wales的这个账号 风险比较高 所以呢 有些机构拒绝 跟这个Wales银行 进行这个业务往来 所以没办法 那么有些 所以呢 那么我们 在我这个实践当中呢 有些县 有些县 包括马里兰啊 一些县 它的这个Tax Link的 这个拍卖会 它不愣 它不愣这个Wales的这个账号 那你不愣账号 那你钱就没办法来来往往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还得重新再找几家银行 来申请这个Business Account 好 下面这个呢 有一个叫Relay Relay这家呢 在等待审核 还有一个Payone Payone Payone也在申请等待审核 也许过两天就会有答案 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汇报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华美银行 华美银行 但是呢 华美银行呢 它需要的是 你的这个公司银行账户的公司 必须在某几个指定的州 德州啊 佛州啊 华盛顿州啊 乔治亚州啊 因为在这些 在某几个这些州里面呢 华美银行它是有分行的 那么你到其他的州 像马里兰州 它没有分行 它没有分行呢 它就 你这个公司是马里兰的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帮你去 你等于是跨了一个州了嘛 那么它就没办法申请 或者说比较困难 所以呢 华美银行呢 还是有希望申请到的 但是你就是你要把公司注册在华美银行有分行的那几个州里面啊 好 最后还有一招 最后一招呢 就是花钱 网上有很多带客户去注册银行开户的一些公司啊 一些服务 花个一万 两万三万 甚至更多 你一定要给他钱 他帮你去搞定这些银行 他因为他作为一个代签字者 这因为银行里面他有这么一个叫代签 他带你去签字 反正他跟银行的关系比较好 你给他钱 他就能够帮你搞定 帮你申请到你要的这个银行账户 好 今天就简单的聊这些啊 接下来进一步的进展 到时候再慢慢的 大家可以找我 直接找我个人来闲聊 留言评论都可以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